好 再回到我們剛剛這個收聽 Quizzo的來面講的 好 剛剛談到這個 What's the case,Quizzo, what's the case 要花order, n 停發 Best case 我們用這個 處理這個示意圖 說每一個 每一個pass 都要花 n 的時間 你的去的高度是 log n 所以我們就說那你就是 n 乘以 log n 那可是這個只是一個示意圖 真正的做法你可以用數學方式來 來把它做一下面生的方式 那這個數學方式就是我們用 t o n 來代表你所有的 n 個資料所要花的時間 那 t o e 類就是一個資料 一個資料的話就是乘數時間 我們這邊用 v 這個符號來表示它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選出這一個 這是我們在分析實驗複雜度的一個標準的寫法 那這個呢 t o n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這個小於等於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最後是寫 order 剛order就是講的什麼 at most 所以你在 在這個做分析的時候呢 你永遠都要寫小於等於 那你當然要保重你的東西小於等於 好 那這個 t o n 類會 會小於等於什麼 先 partition 把資料 利用這個 pivot 把它分割成兩部分 那你剛剛說的分割成兩部分 你需要把所有資料 scan 一遍 Scan 一遍就是你有 n 個資料 scan 花 n 的時間 那問題是你每一次 比較的時候你花多少時間 不同電腦不知道 不同電腦就不同的時間 那所以我們就說 c 是我們的 單位時間 所以是 n 的 單位時間 每一個單位時間 c compare 要花 c 的時間 然後再加上來 你要 recursive 的 左半邊 右半邊 左半邊 2 分之 n 右半邊 2 分之 n 兩個 所以你要這邊乘以 2 那基本上你把這個 式子把它列出來之後啊 接下來推稿這個 就非常單純喔 就是你把這個 2 乘以 t o 2 分之 n 再去把它展開 那這個同樣的概念 這是 Recurrence formula 這個同樣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繼續展開 那你繼續展開的時候呢 也還是一樣喔 這個 2 分之 n 號在這裡 就是乘以 c 乘以 n 這個 n 變成 2 分之 2 然後加到 2 倍的 p o 2 分之 n 的 1 半 就是 10 分之 2 那你就是這樣 就可以 全部這樣一個立法寫下來 那最後啊 那最後啊 我們看一下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 c log n 那我們這邊特別標示一下 這個真正在算的時候是 以 2 為底 這個 log 是以 2 為底 那就是 c log n 然後最後我們就說 它是 order order n log n 那當然這個 這個我們在選 order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會寫說以 2 為底 因為以 2 為底也好 以 10 為底也好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order 都是一樣的 order 那我們就寫 order n log n 所以我們在做時間步驟的分析 這種寫法 這個標準寫法 不是只有 pixel的啊 其他的每一個演算法 你要做時間步驟的分析 都是這樣標準的 小一等一 一些東西 好 再下來 這邊就有對 pixel的做一點點改進 剛我們說有一個 worst case 會到達 order n 平方 也就是 剛我們說過啊 萬一你的資料是 剛剛好還好 那其實它是最差情況 因為那個 pivot 最小 那最小子會使得什麼 我們的資料啊 分成左右兩邊分的時候啊 一邊是 0 個 一邊就剩下其他成果 那怎麼改變這個缺點 就是這個 pivot 那個基準 不要選第一個 那你說不要選第一個要選哪一個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來選這個 pivot 另一邊 3 3就是3 這個3的中間 3的中間就寫 就是簡直為3中 3的中間 3個的中間 就是說你不要選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它可能是剛好最小最大 那你就能倒 那所以你選哪三個 就這樣 選第一個 選最後一個 還有選現在目前的中間那一個 這三個裡面 看哪一個中間 把它選出來 做了 pivot 那這樣的話就是 可以稍微稍微改進 不會 不會那麼倒 這三個都是剛好最小的 不要那麼倒 那就是這三個裡面很重要 所以這是 idiano 3 這會稍微要一點改進 那如果要做品質保證咧 那就像這個 這是品質保證 就是用洗列曲的演算法 不是洗列星塑的 洗列曲跟洗列星塑的不一樣 洗列曲的演算法 然後來去 得到真正的 midian Midian 就中間 Midian這個你要翻譯成 把它翻譯成中文的話 叫做中位數 中間那一個 所謂中間那一個 就譬如說我們全班有50個同學 討至成績的第25名的成績 叫中間 第25名 如果我們用百分會來看的話 百分會來看的話 第50% 百分之50% 百分之50的位置 就中間 那這個洗列曲這個演算法 我們在這邊沒有要介紹 好 可是來這邊就講一下結論 這個選擇的演算法 他的時間複雜度 準備畫order 我把一堆資料裡面的重點那個找出來 他畫的是order 那這個 如果把這個東西要灌在我們的 Crystal的 前面 做前處理的話 那這個人 就可以做品質保證 就每一次你選出來的 那個pivot 會跟他們剛好中間 那我每次scan一遍的時候 就可以把資料 真正的保證 把它分成左右兩邊 等樣 相等 那這個人可以做品質保證 那有了這一步之後 有這一步之後 就真的可以把Crystal的 What's the case What's the case 把它變成 N中格 最差情況就變成N中格 所以這一步是可以做品質保證 讓Crystal的時間步驟度 真正的 What's the case 是N中格 而且你要叫這一步 我不確定我們的CE或者C++ 他也沒下這一步 我不確定 你們可以給他測一下 怎麼測各位知道嗎 你是故意 拿一個sort好了 就是用工具讓他sort 對不對 不意拿s sort好了 他要躺過來 這種特殊的 跟他sort 看他有沒有很快 他如果很快的話 可能真的有做這個品質保證 好 接下來我們再介紹 下一個sort的方法 那這個下一個sort的方法 主要是用到這個所謂的mach mach就是合併 那合併什麼東西 合併兩串一排好順序的資料 合併 mach就是合併 把兩串一排好順序的資料做合併 這兩串一排好 合併 我們再看這個 看這個法例 b5 26 77 這是排好順序的 11 15 59 61 這排好順序的 兩串排好的 我們把木擠起來 這叫合併 好那這個合併怎麼做 方法跟概念都是非常簡單 我們就把它操作一遍 好那首先咧我們就把這裡面的第一個最小的跟這第二串裡面最小的拿出來做比較 所謂1跟11做比較 比較小的我們就off的 才會在這邊off的1 那合併之後咧我們就把這個1的下一個拿出來 1的下一個就是5 我們再來跟這個11做比較 5還是比較小的我們就off的 然後再來我們再來拿5的下一個26 這個26比這個11還要大所以11好多分 11好多分之後咧我們就拿11的下一個 15 15來做比較好那15比較小數 然後再把26下一個 77 那77跟59比較小 然後接下來 59下一個是 61 61比較小 最後把77 11一個用處 那這個方法叫2way moet 2就是2要17 2的 Monster 因為這還是F fights 我只可以現在說有一個 所以就是 一條在上方 一條屬於下方 1條在前看 2條在前看 0根明就叫2way punto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時間不 Cam 到底是多少 Marriage 以後用 Auto 這個時間步道路 假設這兩串 一串叫做m 一串叫做n 長度 一個是m 一個是n 那你這一串是m 這一串是n 我們看上面這些箭頭方向是什麼意思 上面的箭頭代表一次比較 這雙箭頭代表一次比較 那一次比較會做什麼事情 會奧布的一個答案 每一次比較會奧布的一個答案 那我們有多少個答案去奧布的 我們一共有m 加一個答案去奧布 所以每一次比較會奧布的一個答案 那我們有m 加一個答案去奧布 當然最後這個77 你奧布的時候它是沒有更加比較的 因為77是全部裡面最大的 等它要奧布的時候它就不需要比較 所以真正的比較的次數會到 m 加 n 減 1 最多 這也是at most at most 最多會到m 加 n 減 1 那有些時候啊 兩個最大在同一類 那兩個最大在同一類的話 它要奧布的時候它也沒有比較 那像我們這個範例就是 有一個奧布的主標比較比較的 所以at most m 加 n 減 1 那我們就把它寫成 order m 加 n at most m 加 n 那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順便再說一下 我們有些時候經常會聽到一個名稱 比如說linear time 線性時間 線性的意思就是一次方 x的一次方叫做線性 變數的一次方叫做線性 那這個咧 這個當然就是linear time 這個是linear time 為什麼咧 它就m一次跟n一次 m跟n都是我們input的資料量 那這input的資料量一次 一次方 所以這個我們就稱它叫線性的時間 linear time 所以有些時候你看課文 它不會跟你寫order m加n 它跟你寫linear time 其實它寫linear time 我們可以寫這個 是一下意思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應用剛剛這個moji 突圍moji的概念 來進行sort 那我們首先看了這個是 iterative moji sort 那一開始這些資料 都沒有排好順序的 都通沒有了 那最後咧 下面這個是排好順序 那我們都要用這個moji的概念 把它排好 那我們首先呢 這邊也跟我10個資料 所以我們首先就是兩個兩個一組 那就第一個跟第二個 好這個第一個跟第二個比較 比較之後 我們是小的放前面 大的放後面 所以5跟6 26比較之後 就是5還要26 大概77跟1比較 就是1跟77 61跟11 然後59 15 48 19 好 經過這一次比較之後 其實這個對我來講的話 這裡 這個也算是一個pass 我們一直在用這個pass的概念 pass就是經過嘛 pass一次就經過一次 所以我們這個pass 就是把這個資料全部經過一遍 那這個第一個pass完畢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5、26排好順序的 1、77也是排好順序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串的 之後把moji起來 moji齁 用什麼方法 用前面這個圖位moji的方法 這兩串之後一排好順序 把moji起來 moji之後就變成1、5、26、77 然後把這兩串之後把moji起來 11、15、59、61 那這個moji就暫時保留下來 再下來 我們再把這兩串之後 再把moji起來 moji的詳細的這個過程 就是前面這一頁 這個資料就前面這一頁的資料 把這兩個串的東西把moji起來 那就變成原來四個長度 是排好順序的 現在就變成八個長度了 排好順序的 好 那最後咧 右邊這根mademoji 所以他留下來 那最後剩下這兩串 我們把moji起來 那這個也排好順序的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介紹的這個sword方法 到目前為止 quidsword跟這個方法 那種概念完全不一樣 mojisword跟quidsword 這個概念都非常不一樣 當然跟前面的人說的概念都非常不一樣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這個mojisword的方法 就是用moji的概念 把資料啊 有比較短的 把moji變成比較長的 然後這個比較長的 在moji更長的 那所以把moji起來 就變成串 好 好那 這邊這個program 這邊這個program 那這個program 我想這個應該就各位要好好的去把它讀一下 那我們就看這個program 裡面的 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這個l l每一次都乘以2 l每一次都乘以2 就是它的那個大小啊 它將來要moji的這個大小啊 就是原來是1個 然後變2個 兩個就變4個 然後變8個 所以它那個start的那個倉庫啊 就會每次都加倍啦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l乘以2 然後呢這個moji pass 本來這個moji pass 本來就是 就是一次而已 但是呢 它這邊又有一個l乘以2 所以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等於什麼 l如果一開始是1 然後乘以2就變2 然後就變4 所以這個式上是做兩個pass的喔 這一個pass 再把它乘以2 再做一個pass 所以這個也是做兩個pass的喔 就是這邊做一個pass 這個再做一個pass 這邊做兩個pass 那 那 這個我們的課本 為什麼這樣做呢 它主要就是因為在moji的時候啊 那個資料啊 可能要做copy 讓它避免copy的次數 所以這個寫的部分也是太有效率喔 避免這個copy的次數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喔 interchainerror ror就是角色喔 of a and the temp list 就是a跟temp list的角色啊 它就是每一次 做一次pass之後啊 就把它互換掉 那這樣可以減少我們的copy的次數 好 所以這個for loop裡面的這個l 等於1 然後l的小也 那 我們 我們大部分在選佛部的時候 會改變l的這個大小 都是在for loop的這個 這一D行裡面 控制它 改變l的大小 或者我們idak也一樣 可是呢 這邊的這個l 在這個圖文內部裡面 還有一個l寸2 所以這個就跟我們一般選佛部的 這個概念稍稍不太一樣喔 我們這個l也可以在裡面 可以修改它的圖文字 所以每一次 每繞一次啊 這個l是讓它被乘一次的喔 這邊乘一次 這邊乘一次 就被乘一次 那它就做兩個pass 那這個是 這個modic sort 的 main component modic pass在這裡喔 它會呼叫這個modic pass 這個 好 那這個我想這個modic pass modic pass這邊這個 細節就各位回家自己去trace它喔 就是說上面這個modic sort 這個main component modic pass 就等於我們的乾熱粗位modic 就把兩串通把modic來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複雜度 還有它到底什麼叫stable 這個modic sort 這邊寫的喔 它是一個stable 的一個縮平 裡面算法 各位還記得什麼叫stable嗎 stable就是如果兩個資料一樣 它的相對應的位置 在搜的前面搜的之後 是一樣的喔 兩個資料都相同的資料 它搜的之前跟搜的之後啊 它不會交換 保證不會交換 這個叫stable 那當然你可以注意一下 cris sort的會是stable cris sort的顯然不是stable 為什麼 它從朋友的地方在做交換啊 朋友的地方做交換的話 它怎麼知道中間有沒有一個跟它指一樣的 如果有的話 它從朋友的地方掉到最前面 會有超越另外一個 所以cris sort的不是stable說的 所以cris sort的不是stable說的 所以cris sort的不是stable說的 那當然最前面講的inserting sort的 我們也沒有講它到底是stable 那這個各位可以猜喔 你要把它設立一種stable就很容易了 因為 你碰到相同 你不要再超越它就好 所以inserting sort的當然是stable 那有些時候我們需要的時候 是要stable的喔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譬如說啊 這個我們希望把這個同學的這個 資料結構的這個成績啊 由高高低把它排去 如果相同的時候啊 我們按照學號 所以呢 我們NAR的這個成績 我們NAR的資料 就已經按照學號排好了 同學的資料都按照學號排好了 現在如果有成績相同的 我們就按照學號的順序排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教他們的順序 你不要去教他們的順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Equizote就不容易用啊 Equizote它不是stable 所以每一個方法 每一個方法有它的一些特性喔 那 這個Mugizote是stable 那為什麼stable呢 因為 它每一次在做的時候 各位看一下喔 它不會突然從非常遠的地方來做交換喔 那每一次要做的時候 譬如說 萬一講的這兩個是一樣的 假設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誰排前面 那左邊排前面啊 右邊排後面啊 如果這兩個字要是一樣的 那你在中中級的時候 這個就排前面嘛 就把它排後面 所以它可以把它設計成 這個stable縮緊的概念 再來時間步驟動 那這邊這個時間步驟動 也非常容易分析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結論就是 它是NLogN 那為什麼這個容易分析呢 因為喔 我們需要多少個pass 這個很清楚的 需要LogN的pass 那為什麼需要LogN的pass 這個長度是1 這個長度是2 這個長度是4 這個長度是8 我們這要沒有那麼多 後面剩下兩個而已 如果我們還有8跟8的話 下一個長度是10 所以非常清楚喔 這個pass就是DOP 這個pass就是DOP 需要pass就是DOP 那每一個pass呢 都是在做什麼 2 and 1 所以每一個pass都是 minian time 我剛講的minian time 都跟它的資料量一樣 每一個pass都跟它的資料量一樣 所以你這個pass 雖然你的資料要短 但是你很多個 這每一個全部都要做 下一個pass呢 你的資料稍微長一點 那你的資料的這個group比較少 那也是每一個都要做 所以這個就 你需要LogN的pass 每一個pass需要N的時間 inian time 需要N的時間 就是這邊談的 每一個pass需要的是Order跟時間 那你這兩個箱子 就是N的文 就出來 所以這邊的這個分析 比前面剛剛談的 跟Crystal的分析 還要更簡單 好 再過來 我們要談的是Recursive 剛剛我們是有小的 把它合併變成大的 這都是和平的方法 那接下來我們用Recursive的概念 來做Modisor 前面的這個 這個ProgramCode 有點長 那Recursive呢 你就會發現 我這個Program可以 更加精簡 那這個什麼概念呢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概念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現在這邊有十個資料 那我就把它對切一半 左邊有五個 右邊五個五個 那左邊這五個怎麼說的 Recursive Modisor Recursive 所以呢 左邊這五個 瞬間就變成這五個 排好進去 Recursive 就呼叫了 然後他就排好了 右邊那五個也是一樣 瞬間就變成這五個 排好進去 Recursive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就是 左邊這五個跟右邊這五個 Modisor 所以他那邊是靠Modisor 把資料把它排好進去 但是這個切的方式是Recursive的 就是 左半邊 Recursive去把它做好 右半邊 也Recursive把它做好 所以對你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畫了 在這個圖上面呢 畫了中間 這些都是 理科學的步驟 事實上你 一呼叫之後 他就得到這個結果 理科學就得到這個結果 是還好的 右半邊一樣 切 然後 理科學呼叫之後 就排到這個結果 所以你的Poven 我也要做什麼事情 我也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你怎麼把問題起來 你把這兩張問題起來 你就Poven就對著這個 就完整了 那當然你會說 我左半邊這個怎麼Recursive 你也可以跟他想 左半邊呢 這個有個資料 那我就對切 左邊三個各邊兩個 我就對切 所以對左半邊的時候 我要怎麼Recursive 左半邊這個呢 我就對切 一樣 這個對切 然後這三個呢 就變成這三個排好了 然後這兩個呢 就變成這兩個排好了 那一樣 Recursive呢 就是你在這邊做的事情 就是左右兩邊 把它放進去 那你說左邊這三個 怎麼Recursive 我們如果再看一下 就前往左邊兩個 右邊一個 然後呢 左邊兩個 把它Recursive一下 它就排好了 右邊一個就不要 連Recursive都不用做了 就排好了 好 所以我們這個 Modisore 可以 達成這個Recursive的概念 這個是 Modisore Recursive的code 我們Evo 這個考試很喜歡考背 Modisore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大的方向 這個Project Code 這個Project Code 我們如果不看細節 看這個大的方向 其實也是非常的清楚 首先呢 這個Modisore 等於左半邊 右半邊 就除以二 就中間啦 我們找到中間那個 然後找到中間那個 之後呢 我們先看這個 Modisore 左半邊 這個Modisore 就是我們這個方向的名詞 這個Modisore 這個Modisore Modisore 所以這個就是 左半邊 左半邊 這個A應該就是我們的 資料放的位置 放的位置 左半邊 所以Lampt到Middle 左半邊 下面這一行 右半邊 Middle加1到Right 右半邊 那Lampt跟外的 就是你的左右的邊界 好 所以這個是 左半邊 然後右半邊 但是左半邊 Requestion 右半邊 Requestion之後呢 要把它Mod起來 所以 這個A output 這個其實這個方向寫得非常精簡 這個A output 是作為 ListMod的一個參數而已 這個ListMod 就是把 這個Sword旁邊 左半邊 跟這個Sword旁邊 右半邊 把它Mod起來 所以最後要有這個 這個ListMod 就是把左右 把它Mod起來 這個List 它做的東西 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 ToolwayMod的方法 想辦法來 它就要把它Mod起來 所以 這邊的這個整個Power的重點 就是 Requestion Requestion 然後你完畢之後 你要把它Mod起來 好 這個Mod 這個Mod ListMod 在這邊 我想這個細節 我們就 因為 這個 看起來 行數比較多 但是整個概念 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 就是 你有一個是 上面的指標 一個下面的指標 然後慢慢移動 把它換起來 好 這個就是 ListMod 好 再下來 咦 咦 怎麼水分到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就 到這邊 就 下課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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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